空中勤务总队台东驻地的第三大队第三队 22号里找接获总队勤务中心指挥中心的电话通知 在绿岛一名男子一试感染了肺炎 经过绿岛上的卫生所医师评估过后 认为需要紧急的后送 台东空勤队立刻出动直升机 将这名男子成功的后送到台湾来治疗 直升机一停拓 立刻将机上带后送的男子推下直升机 直奔一旁待命的救护车 22号下午1点30分 空中勤务总队台东驻地的第三大队第三队 接获总队勤务指挥中心电话通知 一名绿岛的王姓男子疑似感染肺炎 经绿岛卫生所诊断评估过后 认为需立即后送治疗 请求空行单位协助 台东空行队立即派遣编号NA707号机执行任务 下午2点降落绿岛机场 搭载病患议员 病患家属议员合计两员上机后 由绿岛起飞 沿缘航路返回台东风年机场 并在2点20分时顺利降落机场 将病患交由救护人员 转送至马街医院 实施后续治疗 成功完成本职任务 记得陈志玲台东市报道 转送至马鸟 务 ан怤 数息